接下来是看双母体的部分 那么请你看课本的七之三节 实作题七之三到七之五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分成成对跟独立的样本 两种有不同的做法 七之五的部分是多母体的部分 那基本上来讲双母体我们是看平均差 什么东西叫成对跟独立样本 那请你同学要稍微分辨一下 如果是成对的话就是一对一的 像我们的资料里面 1月1号的这个测站 它的空气品质要去这个对应 不同测站同样都是1月1号的 这个空气品质才能做比较 你不能拿1月1号跟7月31号 或者是随便找一天随便乱比 所以其实我们的资料里面来讲的话 是成对资料的部分 那什么东西是独立资料 例如说我今天要想比较 男生跟女生薪资的差异 那我随便找一堆男生或者找一堆女生 我不用一对一的关系 可是如果是夫妻的这个 这个 所得是不是有差异的话 那这个部分来讲 夫妻就是在法律上面一对一的关系 这个就变成到成对的样本 所以成对样本就用成对样本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先看 Anoma多母体平均数的假设解例 我现在来看金门 马祖跟马公三个测站 因为我现在就有三个母体 三个分类的部分 那就是三个 就是牵涉到多母体的部分 那么我的假设应该要怎么讲 我今天看到都是普通嘛 53 76跟82都是在普通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可以说金门马祖马公的空气品质 AQI的平均数是相同的吗 所以我的H0就是等号放在H0 所以这三个地方的空气品质是完全一样的 那H1就是什么 只要有一个等号不成立 那他就H0就不成立了 所以H0H1不能有交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三个测站不完全相同 可能三个都不一样 也可能其中两个一样 其中一个不一样 反正至少有一个不同就对了 好 所以根据这样子的假设来讲 我就是利用电脑里面的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功能 然后你去计算它的p-value 那么这里会直接帮你算出它的平均数 所以金门马祖马公的平均数 那这个anova table的这个部分 变异数分析表的这个部分 已经就会有一个p-value 所以这个不要忘记它是指科学记号 表示的意思是3.31乘以10的负33次方 不是电脑做错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就是知道 它的p-value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了 所以非常小的部分就是落在拒绝区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一个f分配的这个部分 判断的方法跟前面p-value的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我刚刚现在 我的h0是等号跟不等 完全相同跟不完全相同 所以我现在变成是一个双维解定 我的alpha一样是5% 所以我在这边各1分之1的时候 就变成是0.025 同学自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成绩犯过错的就是这边变成0.25 0.25两边的话 你的犯错几率就变50% 这是很吓人的数字 所以如果你心算不好 就请你用计算机去算 0.05的一半是0.025 那么你在比较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里不等的时候 因为这个f值它是一个正值 这是跟它的定义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们的样本落点 那么在这里来讲 你的f-value是80.19 80.19是在0的右边 可是我不知道是在落在拒绝区还是接受区 虚线的右边的两边 稍微解决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的p-value已经很小了 也就是我今天在看 这一块面积 样本落点后面的这个很小很小的这块面积 是3.31成10的负 33次方 所以我可以确定它是落在拒绝区 落在拒绝区 所以我就拒绝H0 那拒绝H0是什么意思 你再回来看 拒绝H0的意义 拒绝H0我就是要H1 我把要子圈起来好了 也就是说在我的资料里面 2017的样本资料里面 金门马祖马公在2017里面 他们AQI的平均数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既然我知道他们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我并不晓得里面谁跟谁相等 或不等还是完全都不等 所以我再进一步就测试 金门跟马祖 金门跟马公 或者是马祖跟马公 我就两两之间才去做检定 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一个叫做 双母体平均差的检定 这里我用的是成对母体的假设 成对母体的假设 我们就讲1月1号的金门马祖马公 必须要是同一天在做检定 1月2号1月3号 必须是同一个日期来看 他们的空气品质的差异的状况 是不是有差别 所以我现在如果先检定 刚才我的这个前提 金门跟马祖都是76跟82来讲 他们蛮接近的 所以我现在要来看看金门 是不是空气品质就真的比马祖差 因为他们都落在普通的范围 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差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来看H0跟H1 那我就直接看这里是大于 所以我从样本的资料再来写我的H1 所以我的H1是什么 金门的AQI平均数会比马祖来的大 比马祖来的大 那这里H0的部分 我就可以写等于等号在H0 或者我是今天就是讲说这个 等号在H0 或者我直接可以这边写小一等于也可以 所以我今天就是金门跟马祖的空气品质是一样的 或者是金门并没有比马祖的AQI来的小 所以这个都可以当做你的H0的假设的解释 那同学在要多练习这个叙述的部分 因为同学很多在写推论 或者是说你自己做检定的时候 你怎么把它转换成文字的资料 这个部分你要多练习 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先尽量的把它用文字的部分先写下来 然后再去做修正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成对母底平均数的假设解释的这个部分 在一色里面选这样的工具 它就会帮你跑出来 这是它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金门的平均数比马祖来的大 那但是不是显著的有差异 那这时候我们用大于的部分就是一个单维解释 而不是双维 所以在这里这个一样3.59乘以10的负5次方 所以还是一样P-value很小 那一样你到后面还是用画图来解释是最清楚的 这边是大于我的H0跟H1是大于是右维解释 所以越大就越拒绝 大到某一个阶段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差到临界值之外 差到某一个差的超过某一个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就说它是显著的有差异 这个差异很明显就是这个意思的 那这块面积一样我选择α如果是0.05的话 那么在这里P-value 这一块P-value已经是 样本的落点是这里的T值4.017 所以在这里0点P-value很小 3.59乘以10的5次方 所以样本是落在 落点是落在拒绝区 所以我最后还是拒绝H0 表示刚才如果你忘记了 你就再回到刚才的H0跟H1 拒绝H0表示果然金门的平均数 AQI的平均数果然是显著的高于马祖的地区 金门的这个空气比稍微比马祖差了一点点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那你就可以根据它的结果来进行推论 所以跟前面的这个逻辑上面是一样的 工学先有假设 假设了以后确定好你的Alpha 用电脑选那个道具 选好你到底要跑出来的结果 再从你的结果再来进行做推论 那主要就是比较你的Alpha 还有你的P-value 看谁大谁小 谁落在接受还是拒绝区 那么接受拒绝区就根据你的假设 它到底是右维还是左维简定 或者是双维简定来做练习 那这个是双母体的部分 这个是双母体的替代方的 也是双母体的替代方的 是双母体的替代方的 所以为什么很容易